你说说你的物理感觉 你觉得物理 这个力应该跟参考虚有关 还是不应该跟参考虚有关 谁说说 力为什么 似乎应该跟参考虚有关 时间 是吗 我们想一想 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力的时候 说到力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对于一个相对论性粒子 它的动力是方程 在这个中间力起什么作用 我们得到了这个方程 是四维的方程 我可以写出两个 一个三维一个一维 三维中 那个三维力大写的F 等于DPDT对不对 在S参考虚中 F等于DPDT 在S参考虚呢 那个P是P一撇 T也是T一撇 对不对 你这个F应该是一撇 所以说这个力应该也和参考虚有关 因为动量跟时间都跟参考虚有关 你说DP一撇 比DP一撇 比上DT一撇 还不变 对不对 我说可能有关 是可能有关的 你不变这个可能性不太大的 所以呢 由于力已经进入了你的动力的方程 你的动力的方程是四维的 所以呢 你那个力啊 作为四维那个力啊 包括我们常见的三维力 那个四维的力啊 也应该跟参考虚有关 只不过呢 这四维力 是一个斜变的矢量 它的变化 这个小写的F Fx 是细之间的变化 是简单的成一个烙伦子矩阵 但那也就变化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这个我知道了 其实呢 我不用讲了 力的相对论变化不用讲了 四维力的相对论变化很容易 就是简单成一个烙伦子矩阵 对吧 我再写一下 这个 其实我们知道了 这个力相对论变化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F一撇 F4 这个力 比如我都打 我都打一撇吧 就等于劳伦子矩阵 乘上F F4 对吧 就等于它 其中劳伦矩阵中的γ呢 和两个参考器相对论速度有关 所以力的相对论变化是已知的 我们知道了 问题是呢 我们平时不用这个小写F 我不用这个四维力 平时我们用的是大写的F 就所谓三维力 我们在已知的这个结果上 这个劳伦矩阵我不用写了吧 γ00 I β 不用写了上 问题就是我在这个已知的情况下呢 我把三维力之间的变化 把它找到 三维力之间的变化 肯定不是成个牢笼矩阵 对不对 三个数不是斜变 我得到 而这个是常用的 三维力是可以测量的 我要从已知的四维力这个变化 得到三维力之间的变化 我下面就做这点事 你要想做这个事应该怎么做 你已知到一个变化了 我求 另一个变化 那我首先要知道呢 三维力跟四维力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我把这里小写的这些东西啊 都换成大写的 主要是前面 F一撇实量和F实量 我都写成大写的F 然后呢 我用这个关系 四维之间的一个变化 三维之间的关系 我就会算出来 对不对 我就求出来 就这种方法 这也是物理上常用的方法 理论上常用的方法 我先看某个量的变化关系 这时候已知的 往往都是斜变的 然后别的量呢 跟这个量 斜变的这个量的关系找到之后呢 你带到这个关系中之后 你就是硬算 算的结果不错就行 算的结果就是 你要得到的一个变化关系 我们就这样做 具体做都很简单 你要知道这个思路 清楚吗 下面做是很简单的 我要由已知的四维力之间的变化 得到三维力之间的变化 提法这样的 在S匹参考系中 某个粒子 速度V一匹 它受的合力呢 是F一匹 注意 写大写的F了 大写F就是三维力 就是DPDT 我测的这个大写的F一匹 是这个东西 是在S匹参考系中 是这个东西 DP一匹 DT一匹 是这个东西 P一匹我知道 对不对 就是你在这个参考系 看到的这个粒子的质量 乘成V一匹 对吧 它随时间的变化率 所以P一匹是这个东西 P一匹就是M V一匹 这我都能测量 这个P一匹测了之后呢 然后呢 我隔那么 DT一匹那个时间 我再测一个P一匹 这两个实量的差 比上T一匹 取机线 就你测的那个粒 对吧 这是可以定义 可以测量的 看清楚了吗 我在S匹参考系 我在某一个时刻 这个粒子的受粒 F一匹 我知道了 然后呢 我在另一个参考系 在S参考系中呢 S匹呢 以这个方向 做匀速直线运动 红色参考系 相当于火车 对吧 在火车上看 这个粒子受粒为F一匹 问同样的粒子 在地面参考系看 它受的粒是多大 就这么一个问题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由四位粒的 牢笼子变换 求三位粒的 相对论变换 三位粒就叫 相对论变换 对吧 原因我以前说过 好 开始算了 先找三位粒 和四位粒的关系 在S撇参考系中 三位粒和四位粒 是这个关系 这是 打一撇 就是在S撇参考系的意思 这是四位粒中 前三位 Fx撇 Fy撇 Fz撇 F4一撇 和相应的四位粒 三位粒的关系 大写的F 差个γ0 γ0为什么打一撇呢 因为γ0跟粒子的速度 速率有关 在不同的参考系 速率不一样 所以γ0代表 在S撇系中 与粒子运动 引起的 那个收缩因子 所以打一撇 γ0是这个 因为在S撇参考系中 速率是唯一撇 这个清楚吧 上一堂已经讲过 三位粒和四位粒 就差γ0 成正比的就差γ0 我不用再说了吧 好了 我们再看看S系 在S系中呢 相应的四位粒呢 跟三位粒 关系是一样的 不过这是个γ γ是在S系中 看到的收缩因子 其中V呢 是在S参考系中测得了 那个粒子的速度 这两个速度之间 满足速度的相对论变换 对吧 是不是这个 如果这个都没问题呢 下面就更没问题了 好了 我写出四位粒的相对论变换 在S写中 这个粒子受到的四位粒 和在S系中受到的四位粒 是斜变的 所以满足这个关系 注意啊 这个γ是什么东西啊 是γ0吗 不是 是那个火车相对地面的速率 那个引起的收缩因子 这是S S一撇之间变换的γ收缩因子 而刚才那γ0和γ0一撇呢 是粒子速率引起的那个收缩因子 这两个γ要搞清楚 一个是γ0 一个是γ 这γ是由参考系运动引起的 跟U有关 好了 我知道了三位粒 和次位粒的关系 我把三位粒带到这个里面 我就能算出来三位粒之间的变方关系 好了 我就把小写的F一撇这个东西 写成大写的关系 就成个γ0对不对 这边成个 这边成个γ0一撇 这边成个γ0 看好啊 就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把这边这四个数和这边的四个数分别用大写的F表示 那就成个γ0对吧 不过这边是γ0一撇 因为你是在S一撇中写出的三位粒四位粒的关系 这是在S系统那没问题吧 好了 那我现在就找到这个关系 Fx一撇Fy一撇和Fz一撇和不达撇的这三个数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三位粒的相对率变化对吧 这就好算了 那我为了看得清楚呢 我要把它γ1撇除过来 把γ0写在这 我如果把γ0和γ1撇这个笔算出来的话 那我用矩阵的乘法 立刻就得到三位粒的变化了 对吧 所以下面就算这个γ0和γ1撇 这什么意思呢 γ0是在S系统由粒子运动引起的收缩因子 γ0一撇是在S一撇中 由于粒子本身的速率引起的收缩因子 我们算一下这两个收缩因子的比 看看它是多少 这个比是这个东西 结论是这个东西 这数上都有 γ0比γ0一撇是这个东西 这是1 这是γ 这γ是粒子相对运动引起的收缩因子 跟U有关的 里面是1-UVXC方 U是参考器相对运动速度 VX是在S参考器中 那个粒子验转X方向的运动 你看就知道 这个式子是由速度的相对的变化得到的 对吧 这块是由速度相对的变化得到的那个因子 那个分母 我证明这个式子 这我刚才说过了 γ0 γ0一撇的定义 以及γ0的定义 这个怎么证明啊 你说 老师你刚才说力和这个参考性有关 你只是三维力和四维力 都有关 四维力也有关 三维力也有关 那你一开始是不知道它有没有关系的 对 那你怎么知道它满足这个关系 这么斜变吗 我们上场讲过吗 我们的方程中的四维力也是斜变的 这四维力是斜变的 为什么斜变 因为动量是斜变的 它等于 它既然斜变了 当然就有关系了 对啊 这有关系 我知道有关系了 那你刚才怎么说 怎么不知道 我们从物理感觉上说 这个力啊 跟参考有没有关系 从动力方程看 那个P有关 T有关 在S撇系是相打一撇 那 DP撇比上DT撇 跟DP比DT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可能是有关的 因为我要说 一定有关 你会说 那也许DP撇比上DT撇 就等于DP比DT 那也可能对不对 因为它没到这个程度 我们是物理感觉说嘛 不是吗 我不能武断地说 到现在看 当然是有关的 那你就是在这个之前 已经知道 它们把这个势子 对啊 那就已经知道 它们有关系了 对啊 从那方面 还是感觉 可能不一样 不是 讲课嘛 我就得从物理感觉讲起 你想一想 为什么有关 因为动量跟参考系有关 时间跟参考系有关 利益又是动量 关于时间的微商 对不对 那有可能 这个微商是有关的 我说可能 我没说是绝对有关的 到现在看 那就绝对有关 肯定是有关 讨论问题 不得你从物理上去想 我不知道你问题是 你到底哪一块有问题 你是不是觉得 我开始这样这么讲 是有关的 对吧 一开始就是有关 这是讲课的方法 希望你 你允许我这样讲 这物理感觉 你总得想 想的过程呢 总得有一个 有一个就磨合的阶段 我上来就讲 很简单 这课早结束了 你看有关吗 刷刷一变换 就是一个事情 有没有关呢 你怎么猜想 你看那个事情 看那例怎么定义的 它动量 关于时间变化率 在狭义相对论中 动量跟时间 都与参考系有关 它的微商 可能也跟时间有关 确实有关 我是这么个思路 好了 我们证明这件事 证明很容易 我们用这种方法证明 我们知道原石是不变量 好了 既然原石是不变量 那我在S参考系 把原石写出来 然后在S参考系 把原石写出来 当然相等了 对不对 我在S参考系中 D套等于DT 伽马零 对吧 在S参考系中 还是D套 D套等于DT伽马零一匹 都是D套 当然相等了 对吧 也就是说 不变量跟参考系 没有关系 这个式子 你认不是对的吗 没问题吧 有些概念得洗洗脑机 不变量这个概念 你一定要确认它 什么叫不变量呢 在哪个参考系看 它都不变 那我分别把D套 在S参考系 和S一匹参考系 把它写出来 当然它是相等的 这里面就带 就有伽马零和伽马零一匹了 对不对 你把它除过来 你就证明完了 你把它除过来 你看伽马零 比上伽马零一匹 就DTDP一匹 时间的变换 我会了 对不对 时间的变换 这个变换我会了 我就把T写成 关于T撇的变换关系 劳动变换 所谓的劳动变换 那个变换 不是我们乘举阵的变换 然后关于T撇 去微伤 算了 就是我们那个结果 但是你这可以用别的方法证明 比如说伽马零和伽马零一撇 都写成关于 V和V撇的 那个收缩因子形状 然后去比也可以算了 但太烦 这种方法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又一次用到了不变量 这个不变量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在错综复杂的变换中 找到不变的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比如我们在这个牛肚力学中 也是那样 一个杆 你把它转动 转来转去 不管转到哪个参考系中 它的长度是不变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杆是四维的 这四维的杆在米科夫斯基空间中转动 不管怎么转 它的间隔是不变的 对吧 找到不变量很重要 所以呢 不管你们以后的社会环境如何 参考系如何 有一个不变量 就是诚信 真的 我现在觉得挺悲哀 一到考试吧 腾腐标语 什么什么什么为学 什么诚信为人 就好像我那次跟你们说过 我也不想再说了 就告诉大家不要偷东西 在沙特门口请不要偷东西 你这个 这个国民素质 让人外国人一看 你们国家得提醒不要偷东西 不要写这样的标语 有的 有的学校就是 严惩考试作弊 搞得非常不好 这个诚信就是不变量 这个就是不变量 不管在哪个环境中 它都是相等的 我们简单得到了这个 伽玛零和伽玛零一撇的关系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虽然我们考试 不想设计不变量 因为那 超过我们这个要求太多了 但是你们要喜欢不变量 以后在工作中 在实际工作中 可能不变量的概念是比较重要的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写出变换了 那这个东西是它我带进去对不对 把它带进之后啊 这都是已知的了 你看 U是已知的 VX是已知的 这都是已知的了 那这三个打一撇的大写的F 和不打一撇的大写F之间关于就算出来 简单的代表运算 带进算 那就把那结果算出来 这就是三微粒的变换 我从SC变换到S撇系 这跟说成结果是一样的 其中呢 对于这个γ是参考系之间相对运动引起的 VX是在X参考系中 粒子的速度X分量 算出来 并且呢 X方向Y方向Z方向呢 它们都是变了 都是变化 变化关系是这个式的 这个就从刚才那做代表运算出来 我就不在这说 反过来变化也是 我从SC到S撇系 从S撇系到SC 结果也是一样 不过那改成加对吧 因为这个U啊 变好了 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你们用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呢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我们要求大家记住呢 这种情况 粒子在S参考系中 在S撇参考系中 静止 在火车上有个粒子静止 并且呢 我测它受的粒子F一撇 问 在地面上 粒子受力如何 或者我知道这个粒子啊 相对我的速度是知道了 相对我的 相对速度知道了 我在粒子参考系中看呢 它受力我知道了 我在地面看 它受力是什么样的 这个你要记住 这个经常用到 你带着方材那个 那个 变换中 你可以算出来是这样的 假如在S参考系中 一个静止的粒子 V一撇等于0的粒子 受的力分别是Fx一撇 Fy一撇 Fz一撇 则在地面上看 在地面上看 它的受力呢 是 验着一个方向 就是这个参考系 或者粒子运动的方向 或者是纵向 纵 烂角丝跟那个纵向呢 力是不变的 横向力 外方向最方向是横向力 横向力呢 都减少到伽玛分之一 这个式子 是不是这个物理一样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 纵向力不变 横向力减少到伽玛分之一 以前一个老先生 讲这个粒子变化案的时候 他举个例子 就是像那个小孩啊 坐在一个汽车上 在汽车上呢 他犯错了 妈妈呢 就是比较轻地打他一下 那个粒呢 是F一撇 X F一撇Y F一撇Z 在地面上看呢 验着这个车运动方向上 那小孩的受力啊 还是原来那个粒 还是妈妈在车上打那个粒 但是横向呢 减少到伽玛分之一 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这个 就减少了 就是一个一个动起来 如果你们在小时候的话 妈妈要打那 你跑起来 最后呢 横向力 减少到伽玛分之一 就这个意思 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在电磁学中要用到 要用到 所以呢 你看一下这个三维力的变换呢 我们是从四维力的标准的 劳动变换出发 由四维力和三维力的关系 用简单的代数运算 就得到这个变换 所以这种 这种方法呢 请大家喜欢 我先找到规范的规律 你宁可把你的那个思路大一点 我找到规范的规律 然后具体的规律 可能就包括在这里面了 现在从那个 我们知道有几种相互作用 目前是四种相互作用 这四种相互作用 已经统一了两种 弱相互作用 跟电相互作用 电磁相互作用 统一了 现在应该是三种 引力 强力 和弱电力 应该是三种 爱因斯坦的最高追求 是把这几种相互作用 全统一起来 所谓大统一理论 他的思想就是 这几种相互作用 尽管有他自己的特殊性质 但在大的框架下 他应该是统一的 那现在还没实现 统一了一个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越统一的话 未知的量越多 我想把这个问题统一之后 肯定有些未知的量 如果实验能验证 这个未知的量 你这个统一是有效的 否则就是数学 我可以把十种相互作用 统一起来 我那群越成越大 那完全可以的 那那只是数学游戏 好多量都是未知的 比如统一之后 那个相互作用 传递那个中间波色子是什么 不知道 用个符号代表 那不行 得验证 刚才用对撞机 就验证了弱见统一的 那三种中间波色子 所以呢 这两件事情呢 实可而止 拿得起放得下 你不能为了统一 把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写得那么复杂 也不能为了简单的得到一个结果 支离破碎 没有理论上的指导 这就是杨先生说的那种自由的眼光 看得要远 还要具体的去做 讨论课我们就发现了 我发现有这个 大家太细 做问题太细 当然你做的是对的 总想企图 一下就看到结果 这个思路倒是对的 考试是应该这样的 对吧 要不拿有那么多时间 这可能高考训练的一个结果 甚至有的是要提出来 那种反应呢 完全是一种 就像呢 就像那个 比如一只小狗 见到了食物 听见那个脚步声音 马上就喂了 就分辟退那样 这个不好这样 这样就形成习惯 好像完全是一种体力劳动 所以这要结合起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拿得起放得下 刚才说的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粒子变换的例子 刚才说了半天 你可能不相信 我们做一个变换 我在火车上呢 有一个电荷 两个电荷 比如都是正电荷吧 它们是排斥的 距离为R 注意我R不写一撇 U和这个火车速度一样 相对火车 这两个电荷 都是静止的 它们之间距离是R 问 这个时候在S参考系统 看到就是静电力 就是这个 没错 F一撇 我写小写的F 但是实际是真实的力 不是这个力 不是这个力 好了 问在SC中 它俩之间相互作用 这个力应该有多少 那大家变换一下 你看 在S参系中呢 这个力呢 只有横向力 没有纵向力 对不对 验着运动方向没有力 只有横向力 这个横向力呢 在地面看 横向力应该增加 还是减少啊 减少 减少到伽玛分之一倍 对不对 那我伽玛能算出来 因为给出U了 我就算出来 我就把伽玛算出来 伽玛就是一减U方分之一 然后一成 就这个东西 那你在地面看呢 这个横向力呢 比原来大了还是小了 小了对不对 这个结果跟电磁学结果一样 你用电磁学算一下 静电力再加上磁力 就能牢笼子力 结果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是对的 我们一想一想都能得到的结果 跟电磁学得到的结果是一样 这个电磁学你能算出来 对不对 一个匀速运动点点核的磁场会算吗 怎么不会啊 那个电流会算吗 电流产生磁场会算吗 匀速电这个点电核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电流中形成的 好多点电核匀速运动形成电流了 把那个力一平均 不就算出这个 这个你们高考的都考的 你从电流的磁场 就可以推出一个匀速运动点电核的磁场 没学是吧 至少到飞翔都能成功推出来 因为电核的运动速度比较低 我们不说了 到时候我们再说 你们信不信这个力的变换 但是有一个问题下面我要讨论的 不是所有的力都满足这种相对的变换 比如摩擦力 摩擦力就不满足 满足这个力的变换的 只有劳笼之力 在我们讨讨论的经典力学中 劳笼之力满足这个变换 我下面要 讨论一下这个相对论力学动力方程 讨论相对性粒子的动力学方程 首先 相对论的动力学方程是这个东西 注意这个牛顿方程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我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对三维力的定义 劳劳之变换要求这个三维力满足力的相对论变换 这是刚才讲过了 三维力 那有个变换公式 好 我们看一下牛顿力学中的力 比如弹力摩擦力 弹力也好 摩擦力也好 它不满足相对论变换 比如我这个书和这个眼睛盒摩擦 这有摩擦力 这个力 在火车上有摩擦力 然后我在地面看这个摩擦力 它肯定不满足这个变换 不能拿来瞎变换的 经典力学中的力不满足相对论变换 不要误解 一切力都满足这个变换 没那个事 摩擦力就不满足这个变换 弹簧的弹力也是 我在火车上有个弹簧 有个弹力 火车相对我跑 我在这看 肯定也不满足这个变换 这是不满足的 所以在经典力学中 牛顿中引入那个力 弹力 摩擦力等等 都不满足相对论变换 为什么它不满足 因为不管是摩擦力还是弹力 它的本质上都是电磁相互作用 可是电磁相互作用 满足相对论变换的 可是你在牛顿力学中 把这个电磁相互作用 做了个平均 不管是空间上 实际上都做了个平均 你给平均了 把那个细节都平均掉了 这个平均的结果 就不满足这个相对论变换 比如这个弹力 说摩擦力 摩擦力是这两块物体 表面的分子原则之间 包括电磁力 还有泛道瓦斯力等等 很复杂的 每一种力 电磁相互作用 都是满足劳动变换 但你在测这个摩擦力的时候 不知道做了哪些平均和近视 所以你这个平均结果 它就不满足 这是根本的原因 就是你这个力 也是微向的力 微向的力 不是微观的力 不是微观的 是微向的力 就做了个平均 这个意思 有时候啊 这个平均物理上常做 比如在大的尺度上 认为宇宙中的质量分布 是均匀的 宇宙学都这么认为的 其实均匀吗 当然不均匀了 但是大的尺度 它是均匀的 所以你在大的尺度 均匀那个前提下 你在讨论地球边上 那个物体受吸引的情况 你能讨论清楚吗 你讨论不清楚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样 已经在大的空间 和时间尺度上 取了平均 所以呢 这个力呢 我们平常说的弹力 摩擦力等等 不满足劳动变换 它们满足的是家里变换 因为这些力呢 是进入牛顿方程的 在牛顿方程中 质量是不变的 时间是不变的 长度满足家里变换 速度满足家里变换 在这个框架下 力是不变的 力是不变 就是家里变换 在家里变换中 力是不变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在牛顿方程 这个力是在这起作用 我们刚才说 为什么在相对论中 力要变换呢 因为在相对论中 这个力啊 是DPDT P跟T都随参考器变 所以有可能它变 对吧 我们是这个理论 在牛顿力学中 M0不随着参考器变 时间不随参考器变 速度随参考器变 但是两个冠心式 气之间那个速度 一定是匀速 直线运动的速度 对不对 意味上不就不变了吗 所以从数学 数学符号上看呢 公式上看呢 这个力呢 在不同的观影系统 它也是不变的 物理本质 我刚才说了 代表时间空间一种平均 因此不论用相对论 致点动力的方程 不能用相对论 致点动力的方程 去求解牛顿力学中的 变质量问题 那就是以前讨论课 我们说的 变质量问题 你不能用 DPT来算 把那个质量也做为商 那不对 在牛顿力学中 质量是不变的 我可以推导 变质量的牛顿力学方程 你得加上变化了 DM那个质量 对主体的那个作用力 那我们不去推导了 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把 在T到T加DT 时间间跟内 变化那点质量 DM跟原来的母体质量 取作 取作你的质点系 就这么做了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所以你不能用 F等于DPT去算变质量问题 那不对 第二点 电磁学方程是 劳笼子切变的 电磁学方程应该是 劳笼子切变的 因为 与电磁相互作用的 这个中间传播那个 噶摩光子 那个速度是光速 高速情况 比如刚才我们举那个例题 在火车上 两个电荷之间的力 在地面看 就应该乘上噶摩分之一 对不对 这个相对论结果 但是电磁学结果也对 你考虑磁力之后 必然是这个结果 就说明电磁学的规律呢 要满足相对论 所以要求带电粒子 在电磁场中运动 所受的力 这个力 注意 这是电荷是Q Q跟参考性没关系 如果速度是V的话 如果所处的那地方的 电场是E的话 它受的电力为QE 对不对 受的磁力是QVXB B是那点磁感强度 有的书把QVXB 叫劳笼子力 但是在近代物理中 在粒子物理中 或者是电动力学中 把它放在一块 叫劳论子力 因为放在一块之后 这个三位力 满足相对论变化 叫法不一样 这没关系 在近代物理都把 把电力跟磁力 放一块叫劳论子力 原因是呢 整体上 它满足相对论变化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这个讲法就这样讲 你承认这个力 满足相对论变化 在两个参考系中 SSP系中 F的变化 F跟F撇的变化 它俩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 由此可以推导 在两个做相对 直线运动的 直线运动的 关系系中 电场跟磁场的 变化关系 因为速度变化关系 我知道了 我就由这个假设 这个结论 劳论子力 满足力的相对论变化 就我们刚才推定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 电场跟磁场的 相对论变化 我们用这个思路讲 电动力学就这么讲 似乎上是电子学 似乎上用 用个板 两个平板电容器 还用线圈等等 可以凑出那个结果 也挺好 你们可以看 但这样讲呢 就是比较系统 怎么来的呢 至少我按这个思路 我这个力 满足相对论变化 其中的电场 跟磁场相对论变化 我可以推出来 也是一种讲法 因此 只有当力为 劳论子力的时候 F等于DPDT 才具有通常的 动力学方程的意义 为什么你不能用它 来算变质量问题 因为你在讨论 变质量问题的时候 是牛顿力学 讨论是牛顿力学 牛顿力学那个力 压根就不满足 相对论变化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 你那样做也不对 只有这个力 是劳论子力的时候 处理电磁学问题的时候 这个才可以 你才可以用这个 来讨论受力的情况下 这个带电粒子的运动等等 第三 相对论性动力学方程 通常表现为 四维动量守恒形式 因此 以致力求粒子运动问题 不占主要地位 它作为框架 也有四十辆 也有一些 有用的物理规律 以后呢 通过力算什么运动 除了电磁学中 有些应用之外 在高能物理中 几乎没有应用 这个 这个 第一四维速度 再由四维速度的 劳论子变化 求助三维速度 相对力变化 这个我写在这儿了 你们到时候看一看就行了 我就不讲了 一样 就跟那个 从四维力的相对力 劳论子变化 推到三维力的 相对力变化一样的 你们看一下 那 那 詞曲 李宗盛